经常能被国外那些健身女神吸引到,运动衣包裹着的完美身材,满满了正能量,丝毫不会感觉过分暴露。 可惜国内主流深美还停留在白瘦美的阶段,中国妹子走欧美范围的很少,毕竟欧美妆容容易模仿,欧美身材可就难练了。 昨天在微博上看到了一组姜应容的近兆,被惊艳到了,一身运动短打,套上半长牛仔外套,再配上小麦皮肤和健美身材,乍一看还以为是哪个欧美健身网红呢? 非常好看,要不是写的有她名字,我根本都不会想到这个前凸后翘,身材劲爆的性感美人是江应容。 说起江应容,暴露年龄的时候到了2009年,江应容参加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《快乐女生》,获得年度全国总冠军,从此开始正式出道,那个时候因为歌唱的好实力强,她还挺火的,一黄眼现在都九年过去了, 以前的她就是标准的亚洲女孩身材,四肢纤细,皮肤白皙,虽然团队尽量把她往性感火辣的方面包装,但总是浮于表面。 然而现在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江应容,已经是从内到外成功转型了,她应该是美黑了吧,你们品品这个身材,光这双粗大腿和黑皮肤,就得下退多少中国姑娘,或许是受国外影响。 她对深美的认知更为前沿,对于以受为美帝人,她从来都不羡慕,自己要胸有胸,要臀要臀,机场街拍也不错,画面里体感呼之欲出。 最近在做一个健身节目,江小花的蜜桃臀,已经开始好几期了,在节目里,她做了体测,168厘米的身高,59.4千克的体重,体脂22%,120斤,她大概是女明星里面最肥的一个吧。 她本来就是唱跳型歌手,对体力还是很有要求的,所以自己平日里也有运动习惯,自己还开了一个舞蹈工作室,大胸长腿,前凸后翘,几乎是所有女人的梦想,也是男人朝思暮想的身材,120斤又怎样,体重超过两位数,凭什么要么减肥要么死。 健身的美女,到最后只有一种结果,那就是变成超级美女,这就是健美身材的诱惑,体重不重要,好看不就行了,大多的坏身材是因为坏习惯,大多的减肥不成功,是由于偷懒的借口太多,坚持的理由太少,许多人因为减肥太辛苦,过程太漫长而放弃健身, 要相信即使每天减得在少,也要比从不常是要强得太多,健身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,让爱你的人更放心,健身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,让爱你的人以你为傲,好的外形相当于你的名片,决定了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,能使别人更容易记住你。 男人的梦想是找个身材火辣的性感女,女人的梦想是找个挺拔健硕的肌肉男,而想要找到理想中的人,先想想现在的你,遇到他后能配得上吗? 爱健身的女人有很多,但能天天坚持的不多,进入力量区的更少,几乎80%的人都是扁平、臀,而锻炼可以改变,如果你身美是翘臀即性感,那么就和铁来个约会吧。 翘臀需要专项打磨,跑步机不会塑形,力量训练才是塑形的关键,练好了还让你越活越年轻,想在50岁的时候像20岁就健身吧。 身体健康者常年轻,健身可能不会使你成为身材最好的人,但一定会使你成为身材最好的自己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